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遭到一陌生男子的性侵 甚至被对方刺中 而目前 湛江警方仍在进行调查 李敏是广州人 就在这个月22日 他出差到了湛江 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后 李敏搭乘一辆网约车回到酒店 结果却被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突进了附近的树林 之后对方更是两次对其实施侵害 当时 李敏拨通了自己朋友的电话 但是因为时间太晚 电话接通三秒后 就被挂断了 而这一举动也积目了男子 对方掏出尖刀刺向了李敏 索性他汇水 挣扎跳进了河里 最后才得救 ذ як видите呀 无数 代表的网友人活动 尽量给人失败过关 payer 当时不明人生一个未经许而干扎しま 永恋都恩rael情愿事实质感根α继续对方资陈购omen trước側会被when not to神积勒arı溜充��基因 悶就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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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